画坊燕中浅 青阳日记威 飞檐翘角 古典华丽的古代游船 至今仍被众多人所喜爱 山东省新台市的崔新君是一位古船爱好者 50多岁的他将一块块方方正正的木料 通过其精湛记忆 把喜爱的古船类型一一缩小还原出来 9月18日 记者在崔新君的家中看到 电视柜 餐桌等位置都摆放着他制作的木船 有清代游船 杨鲁船等 此时的崔新君正在他专属的工作室内 认真地为新作乌棚船制作船舵 崔新君说 自己于四年前开始接触古船模型制作 因为很小的时候吧 就喜欢那些模型这一类的东西 我们小小有个木工坊 在里面就是干了有三四个月吧 所以多少都要了解一点 然后呢 16年的时候 一个偶然的机会吧 我去南方出发的时候 看到有做这个木船模型的 所以非常感兴趣 然后回来吧就开始着手 查阅资料开始做 由于早年接触过木工行业 崔新君对古船模型制作 信手拈来 大到甲板 小到窗帘 都是他用原木一点点雕刻而来 查阅资料 开料打磨 整形拼装 每一条船的制作工序都十分繁琐耗时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 崔新君耗时一年时间精心制作的清代游船 在今年年初最终完成 这件古船长95厘米 宽15厘米 高35厘米 船体分上下两层 门窗40余扇 并且能够自由开启 整体采用传统的框架磨损工艺 总用零部件 共计1500余个 高度仿真 颇为壮观 这个清代观船它的特点呢 主要是融合了中国的古建筑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有飞檐翘脚 它的难点呢 主要是那个 在这个窗子和门上 因为它这个固件呢 太小太小了 因为不好做 它这个主要的用的木料呢 主要是这个香肠木 香肠木的特点就是不容易开裂 崔新君的本职工作 是一家机械公司的普通工人 由于日常工作比较忙碌 他制作古船模型 只能等到周末休息时进行 每到周末 崔新君就一头扎进工作室 一待就是一天 还经常把房间里弄得乱七八糟 上着班没有时间 心里反正是想做吧 还是挺上瘾 下部就是再过几年退了休了 退了休了就会全身心的吧 就是做这个东西 崔新君表示 自己在古船模型制作的路上 会继续钻研 不断提高记忆 让自己的作品更具艺术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